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在深圳会见高雄市长韩国瑜一行 而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韩国瑜一行参访了深圳平湖海极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员 下午还将参访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腾讯科技和深圳市南山区行政服务大厅等 并计划于26号乘高铁前往厦门 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领的参访团 是24号抵达此行的第三站深圳的 当天下午广东省委副书记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会见了韩国瑜一行 韩国瑜24号傍晚五十许 抵达五州宾馆 王伟中对韩国瑜一行来深圳参访交流表示欢迎 对韩国瑜坚持久而共识 致力推动两岸交流合作深表赞赏 王伟中表示 深圳与高雄交流合作前景广阔 潜力巨大 深圳愿与高雄分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 积极搭建两世交流平台 共同探索新时代两岸城市交流机制 为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韩国瑜感谢深圳市热情周到的安排 他表示 深圳是一座开放包容的城市 充满活力 充满动能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钦佩 希望以此次参访活动为契机 双方加强各项交流 建立交流机制 实现互利共赢 会见结束后 双方合影留念 随后 韩国瑜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期待两座城市 在未来有更多可以交流合作的机会 深圳市是一个充满包容的城市 在选举我讲包容与爱 那我觉得刚才 整个深圳市各级的领导 一直传递一个强烈的讯号 未来深圳跟高雄多来多往 大家两个城市密切的合作 方方面面 产业合作 教育合作 甚至运动比赛项目的合作 还有观光旅游的合作 甚至医疗 现在医疗方面都有可能合作 讲了非常的多 包括邮轮就是观光 把人带进来等等 那我觉得既然包容与爱 都是很接近 而且都充满了冲劲 而且深圳充满了创新的动力 我相信这方面 很多地方跟高雄 将来都是可以吻合的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所以我刚才谢谢他们说 你们既有钱又心地善良 他们哄堂大笑 谢谢 刚好我们来深圳 最喜欢哪个城市 深圳先走了 深圳我刚下完 大家小心小心 我觉得变化很大 好的感谢配合 24号晚间 一场展现深圳40年来 发展变清的灯光秀 在深圳市民中心上演 让前来深圳参访的 韩国瑜一行颇为赞叹 韩国瑜表示 未来高雄爱河 也可以上演灯光秀 深圳灯光秀 采用的是国内首创 大小点光源组合技术 43栋摩天大楼 118万个LED光源 270度环幕视觉效果 通过动画 图案 音乐等组合的方式 让大家欣赏到了一幅 别样的夜光画卷 韩国瑜夫人李嘉芬 不时地拿起手机进行拍摄 还与韩国瑜讨论着 这让人惊艳的灯光秀 参访团的其他随行人员 也是责责称赞 韩国瑜表示 相较释放烟火的一次性 以建筑物为载体的灯光秀 更值得高雄参考 在韩国瑜看来 如果爱河也能有这样的灯光秀 势必将让高雄爱情产业链 更加丰富 非常厉害 将让我们在高雄爱河两次 如果充分运用建筑物的话 我们最重要的爱情产业链 也可以呈现 此次的港澳深夏四地形 韩国瑜可以说是马不停蹄 平均每个地方 也就停留一两天 24号的下午 韩国瑜才下了澳门 来深圳的船班 就马上到了深圳 前海舍口自贸片区参访了 韩国瑜先是到前海展示区 一览前海所谓过去现在备来 领略美丽前海 湾曲水城的独特魅力 随后韩国瑜参观展示区旁的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 他认真聆听介绍 与台青亲切互动 梦工厂于2014年12月正式运营 被共青团中央授予为 大陆唯一的青年创新创业 跨境合作示范区 韩国瑜还为台湾青年 创新创业基地节排 基地的成立也将为台湾青年 到深圳创新创业成长成才 营造更加亲切完善的环境和氛围 这一趟到了深圳 第一天就去参观 深圳市前海区的梦工厂 如何帮助年轻朋友创业 在台湾我就特别拜托深圳 我要能看一看 深圳市政府如何照顾 栽培下一代年轻人 结果很意外 在梦工厂里面也发现有47位台湾的年轻人 我也觉得很意外 而且也很开心 我想深圳市跟高雄 甚至其他城市都是一样 都非常关心下一代 高雄市的青年局即将成立 在青年创业跟帮助青年展翅高飞 这样子一个努力的轨迹上 我们高雄市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 那这一块业务 深圳市政府已经琢磨非常的多 未来两个城市 共同携手照顾下一代年轻朋友 相信我们都有强大的意志力 谢谢 韩国瑜的到来也鼓舞了在此创业就业的台湾年轻人 刚刚看到我们展示了商品跟成绩之后 他希望我们年轻人好好的重新创业这一块 所以在跟我们拍照的时候 他喊了两句口号 第一个是高雄发大财 第二个是青年创业发大财 因为他是暖男嘛 比较爱笑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 其实我也很兴奋 韩市长就对我们说就加油 青年创业很辛苦 韩国瑜此次参访形成因为造访香港中联办 引发岛内绿营人士的围攻 对此国民党方面24号发声力挺韩国瑜 批评绿营人士集体打压韩国瑜 在这个下雨的日子 我想要送给韩国瑜市长一把伞 因为我认为他秃子打伞 无法无天 民进党籍的市议员把矛头对准高雄市长韩国瑜 就因为韩国瑜到港澳拜会中联办 绿营人士恶意揣测存在所谓的密会 台陆委会甚至要求高雄市政府不见说明会面情形 面对民进党上下的联手围剿 国民党方面高调力挺韩国瑜 怎么会一个高雄市的市长去到对岸去到港澳台 去了两个多小时或者去推销农产品 怎么就会变成卖台 这样的公开通明大胆的作为 我觉得不应该抹托他而是应该持续来鼓励他 那么并不要再用狼来的这样的方式 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更批评蔡英文 自己做不到就不要嫉妒别人 民进党如果做得到就不用酸了 但现在他们都是做了三分一定要吹到十分 自己做不到才要酸人家 应该少嫉妒少说些酸言酸语 想想为什么自己做不到别人做得到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联系一下我的同事 东南卫视驻台新闻观察员管毅 来看看他今天带来哪些方面的观察和报道 管毅 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桥 随着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往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 四城之旅的展开 岛内媒体的焦点 政治的焦点 几乎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在韩国瑜代表高雄市收获可观订单的同时 岛内媒体和民众对他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期待 但是随着而来的还有政治对手们的关注 而这样的关注可能不像台湾民心民意的期待的那样简单 这是一些充斥着政治攻击和抹黑的关注 而韩国瑜的政治对手是谁呢 现阶段来看 无疑就是民进党 面对韩国瑜的风头无二 民进党方面似乎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在情绪上的敏感 怎么形容呢 今天台湾联合报黑白集专栏发表的评论文章 或许就点出了一二 文章的标题是民进党的玻璃心 文章开篇就提到 韩国瑜此行成果丰硕 亮眼的成绩让民进党很不是滋味 不断对他挑毛病甚至口诛笔伐 连人在南太平洋地区活动的蔡英文 也迫不及待地隔空围攻韩国瑜 更有甚者还有民进党人把向高雄采购农产品的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也痛批一番 所以文章就形容民进党的玻璃心真的是碎了一地 论推销台湾输果 民进党上下显然都没有韩国瑜的卖菜狼本事 论两岸交流 民进党更比不上韩国瑜热情交友的畅行无阻 于是民进党就只剩下抹黑恐吓和诅咒这几招了 联合报的这篇文章很明确地点出 蔡英文当局自己不做事 却不断扯别人后退 也不准别人做事 这正是民进党令台湾民众反感的主要原因 卖农产品原本不是县市长的首要任务 但韩国瑜借此激励台湾农渔民的信心 牵起两岸贸易交往的善意 而民进党就只会眼红吗 说到这里要跟大家一起 再来看今天的另一篇文章 台湾中国时报刊登 台法务部门前主管罗颖雪的署名文章 他引用了一个佛教术语 认为绿营眼睛业障重 毕竟是当过法务部门主管的人 罗颖雪的用词就更犀利了一些 说的就不是眼红了 说的是眼睛业障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民进党只愿意看到自己想看的 从而产生了对于现实的主观扭曲 罗颖雪很明确的点出来 现阶段绿营抹黑韩国瑜所谓的出卖台湾 如何如何的种种论调 在法规上都难以站得住脚 倒是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三年来 通过不少违法乱纪的荒谬法案 从韩国瑜代表高雄拿下的这些订单来看 对于台湾民众 对高雄民众有意无害 你民进党在紧张什么 在担心什么呢 说穿了民进党深怕两岸关系改善 怕台湾人民看清民进党为一党之私 不惜以人民生计 甚至身家性命为赌注的算计 往后所谓恐中牌反中牌难以收效 选票会快速流失 民进党和蔡英文们精心盘算的 始终唯有自己的利益而已 我是管毅 以上是我今天在台北 为您带来的相关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还给福州远博士 自敲 好的 谢谢管毅 好 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 国民党将在四月中旬 正式启动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初选提名作业 针对蓝营基层焦虑 高雄市长韩国瑜能否代表参选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证实 的确有征兆韩国瑜领表 参加党内初选的规划 这样最符合公平原则 也是各方面都较为赞同的方式 然而这样的说法 让已经表态参选的朱立伦 与王金平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所谓的征兆式的初选 或初选式的征兆 要初选就是全部自己来报名 那要不然我们就确定 来征兆韩市长 没有任何破坏 因为这是最公平的 第一 我已经考量再三 各种征兆 都会有不公平 只有让他被动式的来领表 因为他刚刚当选市长 那如果党不征召他 他怎么好意思跑来登记 那登记以后就参加初选的机制 为了2020党内初选 朱立伦杠上国民党中央 批评没有所谓的征兆式初选 也就是不接受吴敦义的决定 不过吴敦义也反酸朱立伦 他都没有这样的制度 没有什么样的 那以前也没有那样的制度啊 2015跟2016年有那样的制度吗 没有 党所谓的征召是有明确的规定嘛 该征召就征召嘛 没有所谓的征召式的初选 除非现在以后定了一个叫新规定 叫征召式初选 不过初选是征召 我想民众也听不懂啊 2020选举国民党内初选还没开打 吴敦义 朱立伦两人 先因为比赛规则隔空互呛 另外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王金平 也说看不下去 我们也不晓得党中央 他这个一直在变招 这招式一直在变 究竟目的是怎么样 要有全党大家共事才可能进行吧 所以觉得很公平 这是最公平的制度了 双方各有坚持 对此话题 国民党中央里员连胜文认为 不管最后韩国瑜有没有出来 为了确保国民党未来团结一致 同时让所有参选人大家都心服口服 程序的正义还是要重视 要非常小心 希望能谨慎处理 才不会将来有一些后遗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陷入蔡赖之争 虽然民进党高层喊话 不要过度表态 但是基层仍有不少动作 像是彰化线 有人挂不调挺赖清德 而宜兰县党部则表态 要支持蔡英文 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登记已经截止 目前只有蔡英文和台行政机构 前负责人赖清德要参选 张化线有人支持赖清德选2020 但宜兰县党部却通过决议 一致通过支持蔡英文连任 虽然民进党高层也喊话 不要过度表态 但蔡赖之争 还是让党内基层动作不少 民进党中央还为此启动初选前的协调 因为蔡英文前往南太平洋活动的行程 还把协调期延长10天 拉长至4月12号 最快4月17号结果就出炉 对于延长10天的协调期 外界人为 就是为蔡英文用时间换取 劝退赖清德的空间 但对此 民进党内所谓的独派大佬 孤昆明也表态 如果最后是蔡来配 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 而当被问到民进党把2020党内初选协调期延后一周 是否按住蔡英文 孤昆明说 所谓的民主政治没有协调 只有投票 如果四五个人出来要协调 两个人出来 协调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想一想 随着民进党2020党内初选截止登记 蔡英文和赖清德究竟是谁会出选 引发民进党内不断脚逼 国民党看好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跟民代选举正在努力布局 不少人都想参选民代 包括上一次丢掉的新北西纸的这些民代 这次想要抢下来 我们韩家军的精神就像韩董一样 就是没有派系 抢搭韩流 连宣传短片都有韩国瑜妇女 兰英民代布局各地展开 连之前兰英最为惧怕的新北西纸 这次都有不少蓝营人士跃跃欲试 不过选之前还是要先在党内竞争一番 有另外一股派系和另外一股声音来打 这样子做不好 因为国民党要有一些清晰的一些形象 那我们一直讲说让青年接班 民代补选战况激烈 台湾媒体认为 这恐怕跟蓝营态势回文有关 翻开去年新北市长选举结果 新北市第十二选区 苏贞昌对上侯友宜 蓝营就赢了三万票 近两成 更吸引国民党籍前民代 李永平投入参选 南部假设有这个卖菜狼 那我们北部就有文创姐 老将回国占星人 还推出要帮助年轻人的理念 韩国瑜也不年轻啊 他也61岁了 他比我还长好几岁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能够给年轻人机会 其实才是关键 蓝营人士竞争民代战况激烈 台湾媒体分析称 因为西纸2012年曾是蓝营铁票舱 但2016却丢了西纸这一席民代 被所谓时代力量的黄国昌拿下 没料到两年不到的时间 西纸地区发动罢免黄国昌的活动 让形势出现转机 是国昌个人努力不够 没有让很多朋友 今天一起站出来投票 2017年罢免投票 黄国昌以微小差距躲过难堪下场 未来传出 他也有可能改而投向选部分区 而国民党未来能否收复西纸 这一席民代 先得看怎么推出最强的人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 关注海峡新干系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紫乔 本栏目由广东省名牌产品 海力不修钢管具名播出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4号下午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 在审阅了特别检察官米勒有关 通俄门的调查报告后 提交了有关调查结论的报告摘要 称没有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 其竞选团队和幕僚 在2016年大选中通俄的证据 据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在给国会的信中 公布了特别检察官米勒的 调查报告主要结论 即调查没有发现 特朗普竞选团队和幕僚 与俄罗斯共谋 他表示 李勒发现的证据不足以证明 特朗普总统妨碍美国司法公正 巴尔同时指出 调查报告没有为特朗普开脱 虽然这份报告没有断定总统犯了罪 但也没有免除他的责任 美国司法部公布通俄门调查报告结论后 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表示 特别检察官没有发现任何共谋 也没有发现任何对司法的阻碍 司法部公布的结论 完全免除了美国总统的罪责 特朗普也在推特上表示 没有共谋 没有阻碍 完全彻底无罪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籍人士 捷里纳德勒表示 米勒的调查结果意味着 将由国会来决定总统的未来 他要求司法部长巴尔公布米勒提交的完整报告 并称如果他们对司法部提供的内容不满意 特朗普政府将有可能被传唤到法庭接受询问 目前为止 由特别检察官米勒领导的通俄调查接近两年 有37名被告提出指控 其中包括6名特朗普律师 26名俄罗斯人和三家俄罗斯公司 英国议会请愿网站统计数字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的24号下午 已有超过500万人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字 呼吁取消英国脱欧 这份今年2月上载的请愿书说 英国政府反复强调脱欧是人民的意志 但人民要通过网上请愿的方式 将留在欧盟的真正意愿展现出来 按照相关规定 一旦请愿人数超过10万 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议题进行辩论 另外 英国民众23号在伦敦举行大规模游行 反对脱欧 要求再次举行全民公投 组织者说 近百万人参加了游行 英国于2016年举行全民公投 并以52%的支持率选择脱欧 根据此前协议 英国将于今年3月29号正式退出欧盟 然而 双方经历马拉松式谈判 达成的脱欧协议得到欧盟方面认可 却无法获得英国议会下院通过 目前 欧盟已同意英国推迟脱欧的申请 并给出两种方案 脱欧最终期限取决于英国议会 能否批准此前层两度被否决的脱欧协议 另据英国多家媒体报道 十多名内阁大臣正在商议 让首相特雷沙梅数天内走人 如果首相换人 英国如何 何时 甚至是否退出欧盟 将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24号宣布 新西兰将于当地时间29号上午10点 为克莱斯特撤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 举行国家纪念活动 一些外国政要 英国王室成员 以及穆斯林社区的领导人将出席 阿德恩说 这项纪念活动将再次表明新西兰人 富有同情心 包容性和多样性 而且我们将保护这些价值观 本月15号 克莱斯特撤起是两座清真寺发生严重枪击事件 造成50人死亡 50人受伤 挪威维京天空号邮轮日前在挪威西海岸附近 发生引擎故障遇险 邮轮所属公司当地时间24号宣布 维京天空号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 挪威西部的墨尔德港 所有乘客和工作人员均已脱险 再有1373人的维京天空号邮轮 23号下午 在距离莫勒卢姆斯达尔郡海岸 约两公里处发生引擎故障 当时风很大 邮轮面临失控危险 船舱里一些家具和物品 因剧烈颠簸来回移动 部分天花板也破损掉落 造成一些人员受伤 据统计 这次事故 共造成27人受伤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 在微信平台开设了公众号 显夜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联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是紫乔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省政府绿色发展质量星茶 八条措施精神 全力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在福鼎市举办 全省推进茶产业绿色发展 现场培训班 各社区市主产县 农业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 重点茶企负责人 专家学者 约200人参加培训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 厅长黄华康出席培训班并讲话 他强调 福建茶产业实现超千亿 迈上了新台阶 站在了新起点 新起点必须要有新作为 培训班上 福鼎 安西 五一山等 产茶县市领导 及华香院 福建春轮 品品香等品牌茶企负责人 进行了发言 介绍各自推进 茶叶绿色发展的做法和经验 为福建茶产业绿色发展 献疾献策 现场培训期间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还组织学员 赴福鼎市 不用化学农药绿色示范茶园 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基地 福鼎白茶交易市场 白茶教藏文化馆 实地了解 当地推动茶产业绿色发展工作 看见情况 茶产业作为福建乡村产业 兴旺的新增长点 作为福建特色现代农业的亮点 作用不断凸显 福建茶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 得到了省委省政府 和农业农村部领导的充分肯定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通路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紫桥 明天见